民眾黨團開議前大動作開啟者會力挺柯文哲 說金華城案容積獎勵是通案 不是柯文哲獨厚 還許2010年中泰賓館改建成東方文華也是如此 說法被議員博斥 東方文華跟金華城不一樣 金華城它是商業區 商業區跟住宅區其實跟我們民眾生活比較接近 所以它會有比較嚴格的法規來規範 那東方文華是一個金融服務的園區 它是一個規範比較寬鬆的一個法規 拿出其他的案子 想要把其他人拖下水 以為說呢 這樣子就可以證明說柯文哲沒事 文華酒店有起初符合這個公共利益的一些條件 但是金華城都是自投的人 你要跟這麼久嗎 為什麼只有東方文華有通過 他說有文化議員認為說這個文化東方文化 你不用跟著我好不好 我們不會在這邊回答 因為這裡是立法院 何夢化的質疑 黃珊珊寧可掉頭走立法院旁邊的巷子 回辦公室都不想回應 律師黃定寧說 民眾黨拿不出任何法院的判決 可以支持柯文哲能給金華城 20%的自創榮獎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認定 金華城要求678%的榮基都派訴了 柯文哲竟然還能給到840% 當然違背判決旨意 民眾黨團拿好龍兵 處理東方文化案來背書 游書會也建議他提告 我昨天是有跟市長開玩笑 就是說你要不要提告民眾黨 那他是說他就是在胡 他如果每一句胡扯八道都要提告的話 那應該提告不完 他的整個論述的出發點 似乎不是在救主席 那我覺得他動機十分可疑 昨天的舉例都是 在證明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有權利在細部計畫裡面 訂定榮基獎勵 那東方文化的回饋 是在郝龍斌任內通過的 大家去看看 他是不是個案增加榮基率 如果不是 那請他們去告 金華城案一路擴大 連其他建案改建都被捲入 風暴越來越大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